2月4日 词条 李凯欣发的霍建华合照 突然登上热搜 引发网友热议 李凯欣因为照片问题直接被网友吐槽 心机满满 李凯欣 24岁 是新加坡著名主持人全一凤的女儿 目前已来到中国发展 个人社交账号认证为演员 歌手 霍建华和李凯欣有着20岁年龄差 完全算不上身交 俩人相识 也不过是因为新进才合作拍摄了电视剧《不能结婚的男人》 李凯欣2月4日公开与霍建华夫妇聚会合照 原意是想感谢霍建华在合作期间对自己的照顾 以及对林心如的热情招待 但不曾想去因合照互动 站位等问题引发质疑 李凯欣将他与霍建华的合照放在了首图 瞬间引发大量网民围观 合照中 霍建华一身黑妆出镜 皮肤黑红 还因此被调侃像喝多了一样 与李凯欣合照的霍建华 不仅将手搭在了李凯欣身上将其搂住 还与李凯欣贴脸依偎在一起 互动十分亲密 网友对此议论纷纷 这样好吗 拳头都到哪了 头都贴一起了 握个拳头就算避闲了 我觉得楼锦没事 头贴一起会不会有点不合适 已婚男士和女性保持距离是应该的 显而易见 网友们争论的焦点 主要集中在霍建华与李凯欣贴脸合照上 指责霍建华没有边界感 面对网友评论 李凯欣并没有回应什么 而再看李凯欣晒出的其他铜矿照 其母亲全一凤 以及霍建华爱人林心如都有在场 如果霍建华搂肩李凯欣容易被误会 引发热议的话 那林心如挽着李凯欣是不是就可以消除这种误会了 毕竟夫妻俩与李凯欣都很亲密 充分说明几人不过是要好朋友关系罢了 林心如的出现固然可以帮助霍建华挽回形象 可几张合照下来 霍建华和林心如全程没有一张是挨在一起的 始终都是被隔开的状态 再加上霍建华与其他人都有互动 一时间 网友竟突然觉得 这站位临到像个外人 所谓外人 不过是网友看法罢了 要知道现实生活中林心如 可是一直被霍建华捧在手心的 林心如受访表示 霍建华之所以胎系少 主要原因就是陪女儿 专门接送她上学 也正是因为有霍建华全身心的照顾女儿 林心如才可以安心工作 对林心如而言 理解和支持远比是不是 外人这种称谓更真心实意 而且林心如还透露自己和霍建华恋爱时 彼此并没有明确说 我们在一起 这种话 而是水到渠成就在一起了 足可见两人感情又多真挚 林心如婚后育有一女 女儿小海豚真龙也曾被媒体曝光 但林心如并不满意 女儿隐私泄漏 直接霸气发声 林心如直言 女儿不论是神韵还是个性 都更像爸爸霍建华 虽然她与老公都是演艺人士 但林心如并不希望 女儿进入娱乐圈发展 一连沉寂好几年的霍建华 终于复出拍戏 而林心如目前也正在大陆拍摄综艺 虽然夫妻俩已经连续数月未秀恩爱 但从李凯欣今日分享的合照来看 林心如和霍建华两人 依旧在积极融入彼此的交际圈 用爱和行动证明这两人的感情 霍建华和林心如 两位在影视圈内享有盛名的演员 不仅在影评上展现了卓越的演技 还在生活中成为了令人羡慕的恩爱夫妻 他们通过合作多部影视作品 不仅在剧中塑造了许多经典角色 还在现实生活中谱写了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 在影视作品中 霍建华和林心如的合作堪称默契 他们通过深入揣摩角色内心世界 将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 无论是缠绵翡测的爱情戏码 还是感人肺腑的亲情戏份 两人都能完美诠释 让观众为之动容 他们的默契配合和精湛演技 使得这些作品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经典之作 除了影评上的合作 霍建华和林心如在生活中 也是一对备受瞩目的恩爱夫妻 两人相识于威时 经历了多年的相知相守 终于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他们的爱情故事不仅令人羡慕 更传递了一种温暖的正能量 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 成为了彼此最坚实的依靠 生活中的霍建华和林心如 展现出了与影评上截然不同的面貌 他们低调务实 注重家庭和事业的平衡 尽管工作繁忙 两人仍然努力为家庭创造温馨和谐的环境 他们一起旅行 一起度过每一个重要的时刻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除了对家庭的重视 霍建华和林心如 在事业上也是彼此的坚实后盾 他们互相鼓励 互相支持 共同追求事业上的更高峰 在彼此的作品中 他们总是尽力为对方争取更好的机会 展现出一种超越职业的深厚情意 此外 霍建华和林心如 在公益事业上也携手并进 他们积极参与各种慈善活动 为弱势群体献出自己的力量 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他们呼吁更多人关注社会问题 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贡献自己的力量 综上所述 霍建华和林心如 不仅在影视作品中 展现了卓越的演技和默契的配合 还在现实生活中 成为了一对备受瞩目的恩爱夫妻 他们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 不仅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还在家庭和公益事业上携手前行 他们的爱情故事不仅令人羡慕 更传递了一种温暖的正能量 对于观众而言 观看他们的影视作品 不仅能感受到爱情的美丽与力量 还能从他们身上汲取 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和真挚情感 2004年 24岁的霍建华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 他获得了在经典古装剧 《环珠格格三》中出演男主角的机会 这是他事业的重要突破口 入组首日 霍建华心情激动又紧张 这是他第一次担任大剧男主角 压力山大 好在剧组上下非常支持他 导演更是全程耐心地指导 助他逐渐找到角色的感觉 霍建华不辜负众望 以他英俊帅气的古装造型 和细致入微的演技 将男主角许世浩活灵活现 令观众眼前一亮 他完美诠释了一个风度翩翩 仗义书才的江湖侠士 顺时经验四座 人气急速上升 从此一战成名 古装剧就成了霍建华最擅长的领域 2007年 霍建华主演的另一部古装剧 《神医喜来了热播》 他在剧中饰演一个医术高明 情商极高的神医 反差萌属性吸睛 那一年 他又凭借这部剧中的出色表现 斩获多项势地奖项 演技获得肯定 这也是他事业 迈入第一个小高峰的重要作品 2009年 霍建华联媚顶级演员 强强加盟古装剧《天涯明月刀》 这部剧成为当年的热门话题 霍建华在剧中一人分尸两绝 完美演绎了一个英俊脾气的江湖侠客 这次的古装造型与以往不同 展现他的转型潜力 也让他的人气再度飙升 跻身当时的古装剧一线顶流之列 那几年是霍建华事业的鼎盛时期 他已然以实力成为古装剧的当家小生 和观众心目中的男神 资源与机会不断来袭 收入成正比上涨 名气与美誉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 就是用手脚的颜色 主力的顶峰 如果有一个顶峰可抑的颜色 在颜色的颜色